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阿波罗八号计划开始 在阿波罗计划之前 人类虽然已经上过太空 但只是在地球轨道上活动 1968年12月 土星五号运载火箭 搭载着阿波罗八号计划中的三名宇航员 第一次飞离地球 他们用了三天时间飞到了月球轨道 并绕月飞行了十圈 其实对于世界人民来说 阿波罗八号更多被看作是人类探阅的先锋队 但对美国人来说 阿波罗八号还有另一层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也给动乱中的美国带来了一丝安慰和希望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经历了暗杀骚乱 激烈的总统选举 以及身陷越战泥潭 国内抗议战争 呼吁和平的势力愈发高涨 好像整个美国社会在此时已经分离了 而在圣诞节前夕 整个美国社会空前一致的观看了阿波罗八号绕月飞行的电视直播 那一刻人们放下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放下了烦恼 第一次坐下来观看了这场征服星辰大海的旅程 其实早在苏联宇航员贾佳林第一次抵达外太空的时候 美苏就已经较劲要打算登上月球了 贾佳林虽然登上了太空 但仅仅只是在太空上滞留了不到两个小时 就匆匆返回地球 他并没有控制飞船 也并没有做任何太空实验 而要登月必须要在地球轨道上 把所有该做的太空实验掌握透彻 为此美国人筹备了双子座计划 在该计划中 每个太空舱都会携带两名宇航员进入太空 双子座计划于1961年开始发展 并持续到1966年 在每次双子座飞行期间 宇航员进行了轨道交汇演习 学会了与另一艘太空飞船对接 并进行了太空行走 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必须学习的 因为它们是在阿波罗登月任务中所必须的 第一步是设计双子座太空舱 由美国宇航局位于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的一个团队完成 双子座计划的目标很复杂 美国宇航局希望宇航员能够进入太空 并更多的了解他们可以在那里做什么 他们能够在轨道上持续多久 以及如何控制他们的宇宙飞船 因为月球任务将使用两个航天器 所以宇航员学会控制他们是很重要的 在阿波罗8号三名宇航员中 其中两名来自双子座计划的成员 他们分别是詹姆斯洛菲尔和弗兰克博尔曼 1966年11月 双子座计划已经完成各种登月必备的实验任务 为阿波罗计划的载人登月打下了基础 由于双子座太空舱无法胜任阿波罗太空舱的任务 NASA当局决定换了一家制造商合作 那就是北美航空公司 但是NASA员工经常与北美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发生矛盾 双方人员总是一意孤行 这也为后来的灾难买下了伏笔 1967年1月27日 北美航空公司交付的阿波罗一号飞船 等待第一次实验检验 太空舱被置于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火箭顶上 三名宇航员将开启模拟飞行 但厄运却悄然而至 由于太空舱的设计缺陷 太空舱突发大火 在舱内的三名宇航员还没有打开舱门逃离时 就窒息而亡 这对整个美国社会来说都是灾难 美国社会本来就饱受战争带来的负重 他们已经开始反思该不该进行激进的登月计划 即便社会上存在部分抱怨之深 但是登月计划依旧稳步推进 毕竟大部分美国人还是支持阿波罗计划的 阿波罗一号的失败导致NASA的登月计划全部打乱 为了拔稳起见 后来进行大量的无人太空测试 也就是后续的阿波罗二号到六号 与此同时美国受到了更大的冷战压力 为了暗期完成登月计划 NASA甚至变更了原本稳妥的登月计划 进而导致登月计划更加冒险 阿波罗七号计划筹备的时候 苏联已经抢先完成了月球轨道探测器飞行任务 美国人这时候急了 如果不加快计划进度 苏联有可能在1968年就完成载人登月 那么阿波罗计划就完全泡汤了 失去第一次载人登月 那么整个阿波罗计划将索然无味 当然在那个时候看来 登月更多的是政治任务 只是顺带发扬一下人类的探索精神 本来阿波罗八号要进行登月舱的太空实验 以检验登月舱的太空对接和指挥能力 为后来的载人登月做实验铺垫 然而登月舱的设计极其复杂 制造商并不能按时交付 所以载人登月计划一度陷入混乱 为了和苏联争夺登月的话语权 美国不得不在阿波罗八号任务中放弃对登月舱的测试 所以NASA做了一个大胆的改变 干脆让飞船绕地飞行几圈 直接冲向月球算了 不做登月舱实验了 这样起码也是人类首次载人绕月飞行 可以安抚国内的情绪 并给苏联制造压力 阿波罗八号实现了人类逃离地球的夙愿 并第一次在宇宙升空给地球来了一个自拍 1968年12月21日早晨 阿波罗八号从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 飞船需要三天才能登陆月球 宇航员一直在忙着确认飞船按照预期运行 并进行一些导航修正 1968年12月24日清晨 阿波罗八号进入月球轨道 飞船继续绕月飞行 12月24日晚 宇航员将相机对准窗外 地球上的观众看到月球表面的实时直播 1968年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充满动荡和暴力的一年 然而在年末的圣诞节前夕 所有人的负面群序都被这个来自38万公里的遥远画面一刷而过 因为这是人类首次看到地球升起的画面 1968年的圣诞节那一天 宇航员继续绕月轨道飞行 有一次博尔曼改变了飞船的方向 以便从太空舱的窗户看到地球相对于月球升起的画面 宇航员立即意识到他们正在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画面 遥远而美丽的蓝色星球居然悬浮在月球的上空 几个月后这个画面被定格在了美国邮票上 阿波罗8号的成功让美国人在阿波罗1号的挫败中找回了信心 很快就可以载人登上月球了 阿波罗8号未能完成的登月舱太空对接实验 在三个月后被阿波罗9号接手 并在地球轨道上完成了测试 两个月后阿波罗10号在月球轨道上完成所有载人登月测试 在软着陆测试中 登月舱曾一度距离月面15.6公里 终于在1969年的7月21日 阿姆斯特朗成功踏上月球表面 并说下了那一句名言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这是人类的一大步